中幻長 八母爪 八島拳 我說過八母爪跟八島拳 它本身可以成為一個系統 是不是 怎麼成為一個系統 我們先看 前面一點 你們看好不好 你們練的這套拳 八島拳 它的順序 單空朝陽 黑股出動 大風展示到四肢張口 是不是 四肢張口回頭 白圓線果 白圓線果回頭 青龍飛生 其實這個線是這個線 青龍飛生 然後白色復爪 然後齊丁土居收 就是這樣子 它的路線 是這個樣子 好 它的安排 這是羊羊 是不是 以四項來講 這個是羊羊 這是羊羊 這是羊羊 然後到了白圓線果 白圓線果是什麼 羊羊羊 這兩個又是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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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陰都 兩個陰都在這邊 兩個陰都在這邊 所以下半段四招是陰的 這個是他安排的順序 以事項來講 順嘛 慢慢落下 這個是在陽走 從陽到陽 中間在陽陰跟陰陽裡面走 不是說陽陰跟陰陽他們相互之間是可以轉換的 正對陽光變化身嗎 這樣不懂 然後後面就到陰陽 這是他這場圈的順序 走圈的八母爪他是靜態的 他是靜態的 這個是動態 就是八母爪開始動了 開始相互之間產生關聯 他怎麼產生關聯 關聯就是從這個 陽陽陽陰陰陰陽陽陽陽陽陽 又到楊一一楊一一一 這個是他們的關聯 在這套權裡面 這個是他們的關聯 就是這樣子 所以巴掌權是巴母掌開始相互產生關聯的一個套路 所以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我們把巴母掌放到這個直套的巴掌權裡面來練 讓他們產生連結 巴巴母掌的姿勢 巴巴母掌也就是說 當我們這樣走的時候 我到丹木朝陽這邊 丹木朝陽是一個走掌的圈 每一個都是一個走掌的圈 大紅斬刺的圈在這走 獅子章孔的圈在這走 白雲獻果的圈在這走 西龍飛生的圈在這走 白色複草的圈在這走 結衣土須的圈在這走 土須喔 土須或者土酥 土須就是這個就是須嘛 可是 可是 液晶上面那個麒麟就是土酥喔 土酥嘛 所以也有叫土酥的也有叫土須的 可是正宗一點是土須 我不知道 因為土話來講 書跟須發音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師父教下來 他寫兩個 一個土須一個土酥 土須是指的他的動作 也就是說當我這個的時候 這個是須 土酥的話就是 就是八卦的一個故事 故事用這個母名字 所以這是一個方式 我們練植燙套套路 練熟了以後 要把巴姆掌的每一個掌 跟他做結合 為什麼要做結合 因為他們的姿勢動作不一樣 是不是這樣子 比方單戶朝搖 單戶朝搖 我們在拳裡面 他是右 他是反方向的 是不是 在八卦掌裡面 他是順方向的 這樣不懂 黑骨出動 然後在拳裡面是 這個 在走掌裡面是這個 有沒有懂 他是媽媽 他是媽媽 這個是孩子 有沒有懂 這是由媽媽變出來的 大鴻展翅 在拳裡是這個 在掌裡是這個 差別比較大 是不是這樣子 獅子張頭 在拳裡是這個 在掌裡是這個 形態都不一樣 是不是這樣子 現在要把它們做結 然後 下次或者下下次 你們走禮拜四的課 走八檔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這個拳放到圈 放到圈上面來 這是兩種結合的方法 所以八卦裡面的 八卦拳裡面的直套套路 很多人說直套套路是誰 是影符 是宮保田 他們原來練羅漢拳 是另外放進來的 不對 他本來就在系統裡面 直套套路裡面的招式 是走掌變化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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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每一個八卦拳裡面 直套套路 每一個動作 都跟八母掌有關 都可以每一個動作 可以揮納到八母掌去 懂得嗎 所以你的變化怎麼來 所以你走圈要產生變化 你這個變化是怎麼來的 根據什麼來的 是不是這樣的 因為有系統的東西 你的變化必須有所依據 以這兩套套路來講 這裡面的招式跟他的陰陽變化 就是八母掌一走圈的八母掌 初步的變化來源 所以這個是媽媽 這是源頭 然後頂跟孩子 不是啊 他是 他是八母掌的孩子 因為他是從八母掌來的 八母掌是靜態的 他是動態進階 這樣不懂 這樣懂嗎 所以我們今天要研究一下這個 那他的結合 他們的結合 只有一個是 必須是 必須是固定的 也就是說 你在這裡要回到 比方講 代貨朝陽 你要走圈 你要回到八母掌的代貨朝陽來走 至於中間怎麼變 沒有一定的規定 這是給你們每個人去做創意 但是要順 但是要順 所以我可以示範 但是我示範的 不是一個一定的方法 這樣不懂 好 好了 你